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突然辞职 三天前曾爆出自首落马 美国大选川普对阵贺锦丽 围堵中共政策大比拼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周日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 实施了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打击 以保护以色列公民的安全 同日 以色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周日 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准打击 约100架以色列空军战机 摧毁了数千枚瞄准以色列的短程火箭发射筒 以军同事表示 防空系统还拦截了 所有真主党已发射的火箭和无人机 画面显示 黎巴嫩南部边境城镇西亚姆 升起浓烟 这里是以色列攻击真主党的目标地区之一 以色列国防部周日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 班古里昂机场 一度暂停营运 同一天 珍珠党称他们向以色列发射了320枚火箭弹和一系列无人机 并承认这是对以色列暗杀该组织高级军事头目舒克尔所采取的报复行动 珍珠党领导人周日声称 将评估这次对以色列袭击的影响 再决定是否还要发动进一步的攻击 据悉 珍珠党此次的主攻目标 是以色列领土内约110公里处的军事情报基地 这是该组织迄今为止最深入的袭击 距离特拉维夫仅1.5公里 针对以色列和珍珠党的冲突骤然升级 白宫正在密切关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重申 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 以色列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的任何攻击 分析认为 任何威胁到以色列生存的攻击 都可能将引发美国的回应 我们有在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资源 在那地方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自哈以战争爆发以来 黎巴嫩珍珠党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 周日双方更是爆发大规模交火 珍珠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一起来了解 珍珠党是由伊朗资助和武装的实业派组织 在中东扮演重要角色 也在反以色列的所谓抵抗轴心中 发挥主导作用 他支持训练夜门胡塞武装 及同样有伊朗撑腰的伊拉克武装团体 珍珠党成立于1982年 在黎巴嫩所有什叶派穆斯林地区 占有主导地位 也是该国内战后 唯一保有武器的派别 目的是对抗以色列 珍珠党与以色列曾在2006年爆发战争 导致上千人丧生 那场冲突结束后 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解除 所有黎巴嫩境内的民兵组织 但珍珠党非但没有接散 反而暗中在靠近以色列的边境地区 修建地下隧道 发展武器并招募人员 除了军事方面 珍珠党在国内不但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还经营着包括学校 医院在内的庞大社会服务网 美国多年来一直将珍珠党视为恐怖组织 欧盟也将珍珠党的军事部门 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赋予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周日在对外记者会上表示 入侵库尔斯克地区 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更多的领土 他还说 川普已经向他确认 如果当选将支持乌克兰 乌军表示 虽然俄罗斯似乎在重新部署部队 但还不足以减轻 俄军对顿巴斯前线造成的巨大压力 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托列茨克 等防守最脆弱的地区 自8月6日 乌克兰从东北部苏梅州 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以来 已经控制了苏扎镇 和超过12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土地 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霍奇斯州务表示 乌克兰突然入侵库尔斯克州 帮助基辅再次改变了俄乌战争的局势 动摇了俄总统普京权力的支柱 增加了乌克兰国内战胜俄罗斯的信心 有利于获得更多国际支持 同一天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 1.25亿军援计划后 挪威宣布将向基辅提供国防技术 并支出乌克兰155毫米炮弹 此前 拉脱维亚表示 正准备向乌克兰转让迄今为止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六与高级军事官员举行会议 讨论如何反击入侵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还强调 曾与川普通过电话 川普确认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上个月 美国前总统川普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 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19日便与泽连斯基通话 这也是川普2020年卸任后 首次与泽连斯基通话 印度总理莫迪周五访问基辅时 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希望这次访问能为印度 在俄乌战争和平调解中发挥作用 周六 俄罗斯对苏美洲发动空袭 造成四人死亡 13人受伤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周日 57岁的中国银行行长刘金突然辞职 就在三天前传出他已经落马 并且是本人自首的消息 中国银行8月25号晚公告 董事会收到刘金的辞呈 刘金因个人原因辞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 董事会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及中国银行行长职务 中国银行没有具体披露 刘金辞职的个人原因是什么 董事会批准由董事长葛海娇 暂时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公告发出三天前 8月22号香港卫视在官方微博报道 中国银行行长职位发生变动 刘金不再担任行长 据传已经落马 且是本人自首 但香港卫视于当晚删除了该报道 刘金出生于1967年 曾任工商银行欧洲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兰克福分行总经理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江苏分行行长 2019年11月 刘金由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调任光大银行行长 2021年出任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行长 另外 曾与刘金搭档的前中国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连葛 于2023年3月31日落马 他被指控收费人民币超过1.21亿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在刚刚落幕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贺锦丽誓言要让美国在21世纪彻底战胜中共 而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也表达过同样的愿望 那两位候选人在对抗中共的策略上 会有哪些不同 带您了解 对话贸易是美中关系的关键议题 双方候选人的政策略有不同 川普采取广泛全面的贸易壁垒 对大规模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 同时主张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拜登贺锦丽政府的做法则更有针对性 对某些关键领域出权 比如将中国进口的电动车的关税提高到百分之百 在科技竞争方面 川普加大遏制中共间谍的努力 任内将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黑名单 包括华为中兴并暂停向与中共军队 有关系的研究生签发签证 而拜登贺锦丽政府则旨在遏制 中共尖端芯片科技的发展 2022年10月 拜登政府联合日本荷兰盟友 对中国高阶半导体及制造设备 实施全面的出口限制 在地缘政治上 川普强调美国优先 敦促盟友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本国国防 川普也曾表示 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 而拜登和贺锦丽则是采取联合盟友 共同围堵中共的政策 拜登任内 美、英、澳建立了三边的安全协议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得到加强 同时 美国致力于加强与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关系 旨在遏制中共威胁 拜登在任上公开表态 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 美国会出兵保护 外界分析 贺锦丽如果当选 在对华政策上 大体会延续拜登总统的策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德国警方周日宣布 一名26岁的叙利亚男子自首 称自己是周五索林根氏持刀袭击的凶手 德国警方确认 自首的26岁叙利亚男子 之前在德国申请庇护 并曾被逮捕 其涉案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之中 周五晚间 索林根市举行建成65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 发生随机砍人事件 造成三人遇难八人受伤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周六 在其新闻网站上宣称 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但未提供证据 而警方周六突击检查一家 离案发现场不远 收容寻求庇护者的旅社 当场逮捕一名嫌犯 周日上午 索林根市举行教堂礼拜 悼念遇害者 这次袭击 发生在德国即将举行的地区选举之前 凸显德国在处理移民问题 和公共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 德国总理舒尔兹曾承诺 将重新开始驱逐来自阿富汗和叙利亚的罪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 张晓宇综合报导 社交媒体电报的创始人 及执行长杜罗夫 周六晚间在巴黎郊外的布尔热机场 被法国警方逮捕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杜罗夫被逮捕时 正乘坐私人飞机 从阿塞拜疆返回法国 杜罗夫早前已被法国列入通缉名单 他涉嫌未能采取行动 遏制利用电报平台进行的犯罪活动 消息人士透露 法国负责防止针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机构 奥夫密已向杜罗夫发出逮捕令 指控他涉嫌欺诈 贩毒 网络欺凌 有组织犯罪和宣传恐怖主义等 杜罗夫现年39岁 出生在俄罗斯 拥有法国国籍 身价估计为155亿美元 他在2013年与兄弟共同创立电报 总部设在杜拜 2014年他因拒绝遵从俄罗斯政府要求 关闭先前创建的另一社交媒体平台 VK上的反对派社群 从而离开了俄罗斯 VK平台也被迫出售 电报社交媒体目前拥有9亿活跃用户 在俄罗斯 乌克兰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尤其具有影响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电报成为俄乌双方 关于战争未经过滤内容的主要来源 杜罗夫曾表示 一些政府曾试图对他施加压力 但他坚持平台应保持中立 不参与地缘政治 杜罗夫预计周日晚间出庭受审 截至目前电报 法国政府 警方都没有对事件发表评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 李克岳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爆出带状炮疹病毒流行 官方三间其口 中非南海冲突进一步加剧 中共海警船与菲律宾公务船周日再次发生碰撞 中共海警船发射水炮 导致飞船故障 被迫终止人道运捕任务 菲律宾周日指责 中共阻止了一艘原本计划向渔民提供食品的船只 菲律宾南海特遣部队分发的视频显示 中共海警船猛烈撞击一艘渔船 并使用高压水枪 飞船表示 中共海警船的暴力行为具有侵略性 是非常危险的 中共官媒央视周日则辩称 菲律宾船只是非法侵入 责任在飞船 这已是过去一周以来的第二次撞船事件 另外 菲律宾渔业局的一架巡逻飞机 8月22日遭到中共发射的照明弹威胁 飞船多次呼吁北京停止挑衅和危险行动 但事态仍不断升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峰 张瑞琪综合报道 来看本期的两岸扫描 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再度升温之际 网络爆出 带状炮疹病毒也开始流行 近日 广东一名带状炮疹患者 发表了一篇《八月新毒王》的帖子 他说 不相信只有自己带状炮疹了 杨过之后身体变弱了很多 虽然这名网友并没有什么粉丝 却有2000多人跟帖 纷纷晒图片表示 自己也得了带状炮疹 而中共官方却一直三肩齐口 没有公布任何有关带状炮疹的信息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地方财政危机愈演愈烈 大陆县级电视台也面临倒闭潮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 有关电视媒体降薪 拖欠工资 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的消息不断 近日 搜狐公号小龙爱唠科发文披露 截至2023年底 全国已有近700家县级电视台停播或关闭 而且这股倒闭潮的势头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目前全国范围内有将近2000家县级电视台 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8月24号 安徽女子李梅坐拥87套房被查封带拍卖的消息登上大陆热搜 李梅与合伙人名下共有177套房 目前位于长沙的87套已经挂在网上准备拍卖 2016年下半年开始 大量合肥投资人进入长沙房市 2018年6月 长沙市出台最严厉献购措施打击炒房 同年11月 李梅与合伙人名下的177套房产被查封 据报道 李梅与合伙人林郑是大智投资集团的实控人 该公司因非法集资造成1.5万人损失了23亿元人民币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 南京和杭州等地的学区房价暴跌 近年7月 在南京清河新宇一村小区 承交了一套62.7平方米的两室户型 承交总价为233万元 而2021年承交的同户型 承交总价为570万元 三年时间房价下滑约六成 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表示 出生人口下降 经济形势差 学区房的概念越来越淡化 也有网友说 五六百万买学区房 就算孩子刚毕业 年薪就20万 一分不花30年才能挣回600万 人都老了 专访美国国安专家应加强经济安全 对抗中共全球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公司高级副总裁 国安专家布莱恩·卡瓦诺 近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美国应制定策略对抗中共的全球经济扩张 这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因为这些中国公司有中共的高额补贴 使全球市场几乎无法跟他们竞争 而美国可以做的是 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中国电子商品 州政府也可以采取同样措施 卡瓦诺认为 中共在全球倾销电子产品 是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战的一部分 中共在美国的行动 是多方面经济战争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 重新确立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 中共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策略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密切相关 中共在这一计划中 明确规划要成为产品制造 技术创新和全球销售的最重要的唯一大国 布莱恩·卡瓦诺是美国全球战略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曾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也曾任国土安全部 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办公室的执行董事 负责战略规划和整合 他以数位显示屏为例 提出美国可以考虑的应对策略 我们可以选择从美国本土或盟友 合作伙伴那里进行采购 从政策角度来看 美国可以真正地鼓励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在美国境内增加电子产品的制造能力 在电子产品的合作伙伴中 我们已有一个完美的例子 三星电子 他也提出美国及欧盟 反制中共经济侵略的有效措施 欧盟也正在调查 中共是否将自动驾驶电动车 倾销到欧洲市场 我们可以从倾销方面来衡量这个问题 此外还应该考虑贸易政策的补救措施 比如对来自中国的数位显示屏 或其他电子设备征收关税 近日美国国会对中共的 全球经济战略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与国安风险展开反制 8月13号 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 要求商务部对中国电商设备制造商 联州技术公司及附属企业展开调查 8月14号 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 要求商务部长调查中国电商平台 拼多多的海外版题目 包括产品安全和品质 劳工问题 不公平竞争 资料银丝 以及假冒商品等问题 新唐人电视台华府记者站采访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最近放生了一只宾威的赤西龟 过程很感人 一起来看 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捉诺海滩 几名工作人员抬着赤西龟威洛走向大海 闻到大海的咸味 听到波涛的起伏声 威洛有些迫不及待 工作人员刚把绑绳解开 威洛就静止地朝着那个呼唤她的故乡爬了过去 或许因为太过思念 再次见到反而有些迟疑 威洛在靠近潮水时突然停了下来 当她鼓起勇气再次前行的时候 围观的人们发出欢呼 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刻 威洛是在猪诺海滩以北 大约30英里的詹森海滩附近被发现的 过救时非常瘦弱 身上长满了疼壳 巴伦团队给她做了全身体检 发现她严重贫血 因为受伤 体内白血球过高 对症下药 巴伦给威洛开出的药方中 包括抗生素 躯痛片 补铁丸和营养餐 手术则包括躯藤壶 经过治疗 威洛的伤口愈合了 身体恢复得很快 在人们的告别声中 威洛爬进了潮水 终于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故乡 赤犀龟是宾威动物 平均寿命在47到67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仁浩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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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